Hello 今次我又要帶Stella回來 今次我們要拍這段是 姊妹聽下幾的第二集聊天幾 為什麼今次一定要找Stella回來拍 因為上一段影片很受歡迎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兩個聊天 有互動 所以自從上一段影片推出後 我推出了一整個月 到現在還可以有你們的IG PM 我不知道是不是 沒有IG PM 今天也還有 已經推出了一整個月 你們的PA網不外乎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問H 問H配比 尤其是問我什麼 告訴我現在已經配到多少 等著出什麼袋 等了多久 究竟應不應該下去再買 這個很多人問 然後又告訴我 想買什麼袋 究竟現在去專門店好些 還是下H好些 沒錯 沒錯 有幾個分析後 你們就去了我朋友那間買 很搞笑 我覺得是緣分 而且買得很開心 有一個真的很棒 送給太太 很甜蜜 我想要 聽到她這樣說 我又沒有做什麼 但我覺得可以令你覺得選擇 你的意思是 等一下 有一個男子 有一個男子 我以為全部都是女子 沒有很多 男子都有 原來是這樣 對不起 我剛才做不到 很多有四孝老公 買東西送給老婆 她本身是想買一個 Constant To Go 最後買了Constant Mini 不過她自己聽完之後 其實有時候 你們買東西的那一刻 不知道做什麼決定好 十五十六十五十六 可能聽了一些意見 或者分析之後 其實我沒有叫你要買什麼 不會的 但你聽完之後 就突然清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也很開心 幫到你們也很開心 然後最多問護膚品 自從上一條片出完護膚品 個個都說 你和Stella用的護膚品 究竟是怎樣的 我怎樣開始的 然後問我們的副業 怎樣去經營這個生意 有幾個是 護膚品用了 然後有幾個副業加入了 一來就不只是用 是撇脫地 我有沒有見過 上一次分享會她有來 上一次我上班 所以你沒有來 下次可以再見 真的看了一片之後 我也很感謝你們 看片這麼簡單 就信任我 今天要抓Stella來拍片 所以我估計你們是喜歡這種互動形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姊妹聊天的節目 是可以保持著的 哦 是 長足長有 是嗎 長足長有 是 我覺得可以繼續做 成相集 成相提 即是說的那些 今集會多說一些 因為你們很多人問我 我不如在今集中 詳盡一點去說 我想大家 不知道為什麼 由什麼時候開始 已經建立了一個氛圍 就是 看片 看YouTube片 然後IGPM問問題 這個氛圍 我就不IGPM 難得見到真人 我又有問題要問 有什麼問題 因為現在已經2024年 我們今天是1月 1月15日 對 現在1月15日 很難 沒有拍片 其實我現在又加價了 H又加價 每年都加價 是 但是我想初歌與我 其實我覺得加價時間 我不太知道 平時也是1月就會加價 年尾年頭 其實約莫都是這些時間 但是加價沒有指定 不是說1月1日 那些東西全部是加價 它就不是這樣 譬如 它加價的運作是怎樣 譬如去年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1月2日 1月3日 譬如鞋的就加價 譬如可能不知道 其實不只是一年 有時候是袋也會加價 譬如這個種類 譬如鞋 或者珠寶 或者手袋 它就會在那個時候 全部那個類型的東西 都做調整 就是這樣加價 譬如最近這樣 最近加得比較多的是鞋 加得比較多 你最喜歡鞋 對 他最喜歡鞋 鞋子 但OK啦 我覺得加價也是一件好事 我的荷包好傷 怎麼會 你買這個品牌 你買這個H 你買什麼 品牌價值 品牌價值 不是啦 你彈得出 你想想 不如先說我 潮州妹 如果你們有看我比較舊的影片 有說過我以前是C 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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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為什麼我會轉了會 就是我發現 潮州妹買 所以買東西 是要買一些物有所值的 或者它是能夠保值的 所以其實 加價對於我們而言 對於大家而言 是一件好事 你想想 如果這個在廚 假如這個Cushion 你覺得賣出去 300元 有沒有要 要 OK 再來 300元 有沒有人買 我馬上要 找個chip 後面 這個 不要 300元 這個不要 這個雖然是chip 但好像買回來也不知道 應該有200元 哈哈 哈哈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其實你品牌的價值 價值取決於哪裡 不是取決於H店 所有東西的物品 價值 是取決於市場 市場的價值 即是 有沒有人承接你這件貨 例如我買5萬 5萬又貴 你別管 如果真的有一個人 和我以5萬元買了他 那他就值5萬 所以其實一件物品 或者每件事的價值 取決於哪裡 就是有沒有出價的人的承接者 如果這個品牌 他每年都有做一個價格的調整 他有加價的話 即是說 反映了他在市場裡 有那個市場的價值 也是有人去買的 加價那你去不去買 都去 那就是 所以其實加價是好事 他對於維持品牌價值 剛才我說到為什麼我會由獅子頭轉了會過來 就是因為他產品保值 我用過之後 如果有一天我不用他的時候 我可以賣出街 或者他也有這個市值的價值 所以我覺得用他是值 我看的不是那件物件的 amount 是那個物件 他背後能夠帶來的價值 這些是可以承傳的 例如將來我不用 我都可以留給我女兒用 那個價值又有另一個價值 所以其實加價 如果你說你買了回來5萬元一個袋 然後買回來5萬元之後 沒有人要的 不值的 你會買嗎 你還很喜歡 那你現在說 當是H 你剛剛買了一個mini constant 不是很適合 都買了一段日子 幾個月而已 要為目標而努力 OK 如果你買出去 500元也不值 你還會買嗎 不會 所以其實加價是好事 而且他要加價 你知不知道 如果他不加價 那我們就糟糕了 我們這些東西不能跟著 那個價值不能上升 不能保值 當然你說在那一刻 你自己拿錢出來 去消費買他 是真的給多了 但是再深一點 再遠一點 其實他是要有做價格調整 要有在市場上能夠做價格提升的能力 對於我們來說 才是一件好事 其實這個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 大家是H的老手 可能都已經有這個概念 但可能真的對於我這些新手 你的說法真的挺新鮮 我覺得是會 聽完之後 我覺得是給多了錢 但是又不會覺得 心裡沒有那麼困難 因為真的層次不同 看長遠 我本身個人也是這樣 我會看事情 會想比較長遠 所以不用太過糾結於 因為他加價 或者你加了價錢 先去買 很不開心 或者什麼給多了 其實真的不需要 因為他真的每年都加 我的小Q也是去年買 但再去年 就是在他加了價錢買 每一件都貴 一萬多兩萬元 我告訴你 去年我有一雙鞋 那雙白色 那雙鬚鬚 那雙Lover 那雙鞋 那雙才搞笑 我本身SA留給我的時候 我已經可以下去買 在未加價之前 因為我中了COVID 然後一直保持 保持到這天加價 我第二天就拿 就可以拿去拿那雙鞋 所以 我是這樣 所以那雙鞋買貴了 但沒辦法 現在買回一模一樣款的鞋 剛剛這次加了很多 我就已經便宜了 比起那時候又便宜了 比起我上年買的時候 如果你今年要買 買回同一個款的時候 那我現在又便宜了 所以在他每年都加的 即是無謂這樣去比較 只是著眼於數字 早買早享受 早買早享受 不要糾結 加價的加幅 例如有一些銀戒指 我就找了三款的銀戒指 跟大家報告一下那個加價的加幅 第一款就是小Q的銀戒指 加了15% 加了600元 由4500加到3900 珠備的銀戒指 由3800元加到4400 加了600元 16% CDC的銀戒指 由4400元加了400元 現在要4800元 加了9% 然後 也找了一些珠寶 小Q系列的珠寶 跟大家報告一下那個加幅 玫瑰金的 由63300元加了5000元 加了8% 白金由67700元加了5500元 加到73200元 加了8% 玫瑰金的小Q 4400元加了1900元 4% 白金款式加了2400元 加了5% 現在要49800元 首年玫瑰金的款式加了2400元 加了5% 現在要53700元 白金的款式加了2000元 4% 現在要56600元 另外還有這個經典款式的手額 由5900元加了400元 加到6300元 加了7% 手袋系列Lindy 26 TC皮加了4500元 Evercala皮加了3400元 Swift皮加了4000元 Mini Lindy Togo皮加了4500元 Mini Bolid加了3400元 這是Evercala皮的 Picotin 18加了1900元 Picotin 22加了1700元 Gatta這個山羊皮加了3400元 Garden Party TC皮 Garden Party 30加了2300元 Mini Evelyn加了1000元 Evelyn 29加了1200元 Burkin 25 Epson皮加了4100元 Burkin 25的Togo皮加了6200元 Kerry 25 Epson皮加了4100元 最後還有一款 Constant2go加了4500元 好享受 不要糾結 因為我曾經試過是C字頭的品牌 或者再年輕一些有LV的Gucci 但是你一邊成長 你一邊提升的時候 你會勝利的 我也明白的 我第一個要買 差不多10萬的袋子 本來是很便宜的 2-3萬元的時候 你用2-3萬元 跟你跳過來要10萬元的時候 那一刻好像踏出了一波 很難踏出 但是你習慣了也沒有什麼 那一級之後 其實你看到風景 或者看到的視野已經不同了 其實你也還有一個價值 你雖然買了 當然不是叫你飯不吃 省著去買些東西 我不是說這樣 明白 但如果你說起性價比 好像我們用護膚品 因為我也是因為你 所以我才知道 是啊 所以我看的東西 不是說單一的價錢 表面上 這個東西是多少錢 而是內裡 你享受了它 或者你享用了它之後 它帶來給你的價值 那件物件 和你付出的那塊錢 你獲得的那個 你享受到的東西 值不值 我覺得消費是這樣 雖然我會買H 我會買奢侈品 但是我都會去衡量 這一件奢侈品 或者我給這個錢 是不是拿到我想要的價值 好像你的護膚品也是一樣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你以前是怎樣用護膚品 你現在用這個護膚品 你是最真實的用家 然後到這樣 你是最真實的 不如你再說 因為我用了Toskika一年多 是啊 因為他們想聽的 因為上一次的影片 最多就是問我這些問題 H的問題 護膚品的問題 因為這個護膚品 它不是一枝的 不是說你買一件 你看你們這麼多的PM 我都會首先會問 我會了解你是什麼皮膚 你想改善什麼問題 你原先在用什麼護膚品 我會給你一些建議 然後我會和你整理 這套護膚品是怎樣用的 有時候你們都會PM我 我以為是某的 或者我只是缺精華 我可以只要回精華 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想做到我們 好像一個細胞療法 有before and after 可以比美 好像你做了面臉 或者是換臉 很搞笑 有一個人看完我的影片 我要換臉 很開心 你幫我換臉 如果你想去到那個效果 你就要整體去用 就不只是用單一件 你覺得你用了之後 我先講一下你的照尿皮膚 你覺得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真的 不知道是否 Jojo她真的很誇張 做了二十多年 因為我本身也是有醫學背景 是不良你的 懶是東西 對於皮膚的結構 我是知道的 但坊間這麼多護膚品 我又不知道它的原理 或者它的技術是怎樣 或者很多產品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就算我只有那個 知識 小小的知識也好 其實我也沒有那個經驗 但Jojo是有經驗有知識 而且不停更新的 所以我覺得當初我是 真的放心加臉給她 而事實上 真的 我都改頭換臉了 所以我就跟她一起去 發展這個副業 但說回護膚品 我覺得性價比真的高 因為我以前 由做護士 地運 總之由做護士開始 其實我已經是 每年都課金去做 Facial Package 還有 不知道大家是否發現 和我一樣 就是 你的 Package 永遠都做不完 然後就跟你說 這部新機 不是在我美容演 我做Facial 我才不會認識 我公司不會黑銷 我做的都是大型的 就是浪豪坊上的 那些才是黑銷 真的 因為我當時覺得 我也是信 有認證 信 學術 信科技 我也是信這些 所以 當初Jojo的背景 那麼厲害 也是令到我覺得很安心 總之 這些 Package 永遠都沒有用完 就告訴你 那部機器有新機出現 不如你加錢 轉這個 年來的錢就是這樣 然後永遠都沒有用完 加上COVID那幾年 你花了多少錢 在美容院 我真的計不到 每年買一個 Package 最便宜 因為有做很多次 最貴的 那次 有一個淵源 為什麼我每天去DM Jojo去問他那道護膚品 就是因為試完 我那天去做Facial 之後被那個人去 推介我 接著說了療程 一次療程 還有優惠價 一次做一次 就是一萬六千多元 要做四次 或者三次 總共是三萬多四萬元 但是說真的 你護膚品都完全不用這個價錢 但是 我覺得那時候 我真的拿了我自己的信用卡 之後 就走出了美容院 剛好就看到她的影片 看到Jojo的影片 就說這道護膚品 所以我就馬上DM 糟了 你那間美容院 那些 你會不會看到我想打我 所以真的很巧合 但我真的覺得 現在我真的沒有去做Facial 但當然我的Facial Package 還在 因為真的沒有用完 但我真的沒有去做 因為 Jojo也有叫我 不要浪費 你就去做一下 因為 好像Jojo這樣說 其實護膚品 只是做到護膚品 就是皮膚表層 表層至中層 就是表淺上的層面問題 因為它始終會滲透 但是它不能進去 那些結體組織層 肌肉層 脂肪層 筋膜層 筋膜層 不是那件事 因為當初我也有想 Jojo做什麼 這麼好 經常都覺得無傷不姦 是不是 但是為什麼會有 不是啊 我那時候就是 為什麼要自己開美容院 就是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每間美容院都是這樣 我就自己開 原來是這樣 是的 因為我真的沒有怎樣 在紅遂廣告 沒有見過你 我開美容院之前 其實我那時候 我是灰心過的 我對美容行業 竟然 你很熱愛美容行業 因為那時候 由我對上那間沒有做之後 我再去其他美容院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都是為錢 簡單來說 有一間真的很離譜 對不起 你說錯了 它真的什麼皮膚都可以 只能給你這支來做導入 總之你所有不同類型的皮膚 它都是只有那支GEL 我真的接受不了 因為我們做美容的 我們很知道不同類型的皮膚 你覺得天下無敵Jerry 所以所有皮膚 都只有一支可以拿來做導入 那時候我有灰心過 我真的打算去做保險 我是考了一排 當然 你考了一排 但真的沒有做 我考了一排 考了三排 其實很搞笑 為什麼沒有做 本身也打算做 誰知道考完之後 去訓練的第一天 他說要我交一百個人名 交一百個朋友的list 就是打電話叫他們買 如果我要這樣出賣朋友 我就不會在美容灰心 又再走來做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就機緣巧合 開了這間美容 帶著這個訓練 我覺得就算做美容 都可以認認真真做 用心做 那些客人是有需要的 他遲早都會買 我喜歡細水長流 是 因為我就在想 為什麼Joyal會 說真的 我皮膚用好 其實我也會少去做Facial 就算裡面的那些 深層脂肪 要提拉 真的要用肌去做 也好 我也有機會少了 少了去 但是 我聽到你的感覺 其實你真的 為了 我們的皮膚也好 或者想解決我們沒有不同的問題 做口碑 我覺得做的是不同類型的生意 你帶公司那些 我們也不能給 他可能有一些 做很漂亮的儀器 或者很多醫生 我覺得 看你取向 看你想要的是什麼 我們這些 就是中小企 幾間店舖 這些就簡單 中小企 幾間店舖 中小企 無論如何 如果大家 因為每個人的護膚 習慣都不同 有些是我平時不去做Facial 但是你護膚品怎麼都會塗 我覺得沒有用就是最貴 像現在這樣 我給了那麼多錢 那些Facial Package 其實真的放在這裡 其實用又好像 對自己沒有什麼幫助 不用又好像浪費了 會消費 所以就變成沒有效果是最貴的 或者你不用是最貴的 我之前的護膚品 其實我真的認真地想回 沒有認真一些精華用到底 很少 你之前用護膚品 我也是用一些衣美品牌 開架都會用 專外都會用 但我多數都會找一些小眾品牌 衣美 容院推介 我喜歡這些 因為我覺得 有效果 因為我覺得 你容院推介 應該都不差 廣告 每個明星都會化妝 告訴你 很漂亮 又是有些光 太過分了 所以我偏心 喜歡醫美 醫學 有Logic 有這些 你平時大學 你消費多少錢 你有沒有算過 如果未用這套護膚品之前 你有沒有算過 美容院連護膚品 你是消費多少錢 美容院很貴 你平均一個月 兩千多 因為我會敷媽士 兩千多元 兩千多元 那你現在用過這套護膚品呢 其實現在這套護膚品 說真的 開頭是會用多些 因為我本身皮膚 我之前的照片可以鋪 是差的 你上次鋪了 再鋪 但現在皮膚好了 是用少了 所以不能這樣計 但如果現在 基本上 很難計 其實我數學很一般 因為你配搭 你買護膚 誰止兩千元 我真的不計 因為你一次過賣 一次過賣 一次過賣 你不是平均的 你每個月做多少次 他說三個星期做一次 但其實我很難 你一般多久一次美容院 四個星期左右 就是一個月 你一個月做的那套護膚品 一個月已經做兩次套護膚品 你知不知道 因為套護膚品是 保濕後再做那套護膚品 已經取了兩個套護膚品 那套護膚品是多少錢 一個可能一千 一個可能兩千 一千 我除了 你三千 那你護膚品 護膚品 他真的數學麻煩 你曹仙還有兩千元 這次是甚麼事 我心想 一萬多元 你每個月去做 你就知道 那就是 那護膚品 我一次買的護膚品 可以用兩個多月 不過我剛才說的,我沒有怎樣說,很詳情用一枝,用到它還未除了一枝洗臉 可能你中間又會買其他雜不甩的東西 加起來,連洗臉,叫它計算 上次又是問一下配備,問一下配備,不就拋頭 兩千元,兩千元,好嗎? 那裡三千,兩千元,一個月也五千元 還要五千元,你的皮膚是不行的 二十多歲的時候,皮膚正常都沒有什麼壞腦,下垂的 那你護士捱東西又差一點 那時候二十三四歲,真的沒有什麼需要那些 所以就變成,錢應該要更好地用 那現在,一問她的數字,她完全答不到 總之以千計,但現在就不用 即是一套護膚品的價錢 現在平均是多少錢呢?你消耗 消耗,大家想想一下 我都是用幾支東西 一千多元,都不用 一千元 初初,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她 很複雜的 其實我問她,因為她的皮膚是我照顧的 她用什麼份量的配方是我開的 所以我是知道的,不過我一定要她把握我 但我發現這女生真的不行 我正在那裡一定是便宜 但我以前讀附加素 你初初用的時候,不過你的皮膚不是乾缺油的朋友 所以你塗的東西是沒有那麼多的 不過我的臉大,我經常都說我臉大 所以塗的份量很大 你初初用的時候千多元左右,消耗平均每個月 現在就應該一千元以下 但如果有些乾性的皮膚,初初用的時候 她可能要消耗大概兩千多元 之後就會大概每個月消耗千多元 我想說的重點就是,你開頭用這套 因為細胞療法是幫你由細胞底層移出來 所以最初是會照做用多一點 而且價錢更多 她現在已經認識了 因為她已經試了 這女生吊過了皮膚三、四個月 她真的有很多訓練 我上班就很敏感 經常都會去上班 有時不上班,她都會有些影片看 總之現在已經懂得如何去照顧自己的皮膚 所以最初是真的用得多一點 但我想說的重點就是 你不要想著兩千元以後都要兩千元 或者將來老了就要再用多一點產品 不是的,當你知道之後 皮膚又好了,是越用越少 基本上懶人一分鐘就已經塗了所有東西 我用兩支 真的是串嘴,我也沒有兩支 我也沒有兩支 所以我覺得重點在這裏 好像剛才你說H 加了價,或者價錢很多 所以要花錢,要花得值 那件事是不是真的有效 所以我常常說 貴沒有效,最貴 最貴是沒有效 不是只要花錢,還要花時間 以前是真的 可能是學生妹妹 那時候 你會覺得開價一百多二百元 試一下 貴買 所以為什麼有一句說話 貴買便宜 你買一些便宜的東西 但它很快爛,很快壞 或者它不是享受那個素質 但是呢 你比較貴買的東西 但它是有一個比較好的質素質 你貴買便宜的東西 其實享受更高了 是的 現在會認識這些 也是緣分 我覺得是緣分 因為我剛才也說 我又要看它是否帶牌子 又要看它是否醫學認證 很多東西要過了我關 剛好你又拍Youtube片 如果他不拍Youtube片 其實我也不知道 這個人這麼低調 如果你不拍Youtube片 我也不會知道 那時候沒有東西做 要找些東西交 但我也是好事 幫助別人的皮膚 不要說你是否真的要做這個副業 你只是用我都覺得是一個好事 也不是啊 你現在有多個副業 你多一點錢 一年六位數字 你可以公開兩層樓 Jorge是真的厲害的 你想想一年可以六位數字 每個月六位數字 你真的看回我剛剛公開說 什麼大澄清找戶業的那條片 都是一年而已 11月而已 那時候五位數字 現在六位數字 其實這件事是我們打工 或者我們護士那麼穩定的一個制度 或者這個模式是提供不到的 但當然也要選你有興趣的事做 我真的對這件事有興趣 我覺得 你要吃著那個世上 因為現在準備入九運 接下來是 九運是嗎 二月四號 我送去嗎 不是啊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九 九運 九運 接下來二月四號立春 下午四點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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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九運 九運 黃中旅 九運是熟火的行業 都會順暢 熟火的行業是什麼 標題是熟火 美麗 美麗是熟梨 這個字 那個音 所以這個是熟火的 我們還要是中女 我不是中女 我不是中女 如果要走運 我是中女 我是中女 30 30都差不多 人們已經不斷叫 隨便的 不是少女 當自己是中女 好運一點 很開心 我覺得 不過要跟夾的人一起 才可以 可能我買你 可能別人會推銷 所以我剛才就說 你有沒有掛念我 我說我有 平時我跟她都多Whatsapp 因為她是問題少女 很多問題 她的客人也不認識 經常都會問我 這個配方是怎樣 叫我跟她看 我會教她怎樣做 突然整個月 這個人都消失了 上一次拍片到今次拍片 中間都沒有聊天 有問一些公事上 一兩句 一兩句 但我們平時有很多 很多emmo時間 我很多emmo的時間 然後有很多人生 她經常叫我拍那些 講我人生 講我人生的 我不是說不想拍 我之前有條片有問過 因為我不想拍的 那件事只是我 我又說 也要大家想看 你不明白嗎 例如你們想看 我不介意分享 我會平時在家裡拿著你 然後跟你說 那不是 我通常什麼時候跟你說 我 我 我主動問你 不是 通常是你遇到難題 或者你失意的時候 我說的目的 不是說要告訴你 我不是想跟你說 我講的出發點 就是想讓你知道 其實你經歷過的事情 我經歷過 甚至我經歷過這些 這些事情 究竟是怎樣 克服了之後 現在是怎樣 我的出發點是想 希望可以 鼓勵 或者勉勵 或者這樣 影響兩個 生命影響生命 我真的感覺到 所以 我想 觀眾可能透過這條片 想多了解 才去DM你 IG找你 我想 你之前也有說過 有些透過這樣 之後又可以做到IG 聊天的朋友 對呀 不知聊天 如果兩個人都坦誠去談 你會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其實我跟你說很搞笑 已經不止不下一個 找我介紹風水的又有 最多是 工人姐姐 對呀 最多是找我介紹工人 他們最搞笑的是 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問我 Jojo 你有沒有 真的有 尤其是介紹工人 因為我有個朋友 其實他本來不是我的朋友 因為我也是找他 請工人 我們是有一個故事 故事是怎樣 我之前有一個工人 已經做了三年 我打算不想用他 然後我去了他 請了另一個工人 為什麼不想用他 之前兩年都很好的 又再續約 因為工人一個約兩年 因為當我那段時間 我可以不用回公司 每天都在家 你覺得暫時沒有需要 我美容院開了十年 其實初四五年 我是有回公司 但後五六年 我已經自由心了 為何說找Youtube拍片 太有空了 當我慢慢淡出我公司 我看到那個工人姐姐 原來這些事情他這樣做 原來那些事情他這樣做 我真的覺得不可以 然後就開始和他很多爭拗 有一次我覺得很接受不了 就算了 你不做就不要做 那時候是趕了說不做 其實大家都談好了 你想想我都在我這邊 已經是請了 後來很心軟 你啊 我是 因為他已經四十幾歲 他出門很難請他 如果他不做我這裏 其實他就很難 可能又或者這樣說 大家都打算不做 可能大家都沒有那個 做了 好你好去 然後又坦誠和他聊天 他都說知道自己做事 其實他都知道 因為基本上我是那些 你不是很過份 我都 你也是心態的問題 我覺得包容不了 也算 算了 你只在一間屋一起住 都是家人 有時候那些事情 是隻眼開隻眼閉 但是你真的 小朋友那些 或是整親小朋友 我就接受不了 是吧 那些小朋友還在讀書 讀大學 要供他 又說都找不到工作 還沒找到工作 然後我就心軟 就覺得算了 你都四十幾歲 不如好來好去 因為我炒他 他就很難再找工作 加上他年紀大 所以那時候就算了 等他結束了這個合約 所以那邊商 我給了錢請新工人 他也很好 讓我保留 等我這個結束 所以我跟他 有很多經歷了這些事情 我覺得他 他也是一間公司 但是我覺得人有心 你是純粹為商業 還是你有那個心 是不一樣的 你做那件事是不一樣的 就等於很簡單這樣說 如果你是做美容 如果我是做美容 我純粹為賺錢 我會感覺到 是不是 如果我是為了錢 我一定是把最貴的東西 你買了什麼 那我就賺最多錢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細水長流 其實不是說 你賺不完 那些錢 你幫得到他 你用得他 他一定會回來 我情願喜歡是細水長流 他這間公司也是 我覺得他很好 很有心 然後就這樣 我們就開始了 叫做 關係 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沒有經歷任何事情 請工人 他就給工人 那關係就完了 所以人與人之間 認識也要有一個緣分 你有沒有這個緣分 發生這件事 你會跟他近一點的 在一起去相處 你才看到對方的一面 然後 我在他那裡找的工人 現在我這個工人姐姐已經第四個約 即是八年 在我這裡已經做了第四個約 所以我在這六年 我想我介紹了起碼有幾十個 真的有幾十個 我想有三十個以上 最少 我不知道 我已經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沒有跟別人說什麼 請工人 我不明白 簡單來說 感覺到你那個感覺 經你QC過 八成都可以 你明白嗎 我是那些很艷尖 那些 看核心 那個感覺是有在的 為什麼我覺得他OK 因為找他真的會跟 可能因為公司已經越來越大 有時候也要追 有時候他會脫樓 也要追 可能因為我跟他這麼多年 成為了朋友 我會提他 我會提他 我覺得最重要是他有心 那些東西有心跟我跟 不是借我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時候人與別人之間相處 又不能說別人做錯少少事 你又覺得別人壞 這個又不friend 或者那個又覺得別人不好 又不是 我覺得給多些包容 或者是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我也很開心 原來IG找你的人 除了問你H之外 有 除了問你好副品 連這些 朋友 姐妹 這些都有 有 其實很有趣 網絡這些 connection 是 亦聯絡了我和他,亦聯絡了他和你們 所以你叫我推介,我是OK的 那樣東西好,我不是推介 所以有時候,你們在H的時候問我,我會問得這麼清楚 因為你們要我回答一個問題,我不是隨隨便便,你搬個問題來就回答 我都要了解背後你的情況是怎樣 有些人就這樣跟我過,我會問,你14萬,你14萬買了什麼 我都會問的,大家買的東西不同都會有影響 所以我會問,所以我就說很好,你們已經建立了這個看片 然後就IGPN,問問題的氛圍,很搞笑 所以你知不知道我不可以不拍片 你要啊,產量太低了,產量不合格 我已經跟我自己覺得,我一定最少要一個月一條 最少一個月一條 因為我真的不是那些職業KOL,是拍片維生的那種 我不是那種,我真的開心分享的那種 我其實今天也是節時間出來拍片的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也是在收拾房子的當中 你已經收拾了很多天了 我收拾了30%左右 如果你們有看我IG,你知不知道我這幾天有忙什麼忙 他這個IG story,是收拾到我以為他要移民 清掉整個閣樓所有東西的地步 不是啊,4月1號因為實施垃圾這個整費 你們收拾了屋沒有?你快點收拾屋,要大數除 我收拾了他出來之後,又可以給到有需要用的人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為什麼一定要拍這條影片,因為過年我又不在香港 所以如果我今天再不拍,越近新年我就越忙 我就越沒時間拍,過年就一分鐘加上前後三個月才能出片 那不行啊,這個我不學假的 我盡力吧,盡力吧 下一條呢,因為過年我會去澳洲 澳洲哪裡啊? 麥爾本 其實我經常想 有沒有在麥爾本的Jojo的觀眾呢? 有啊,有澳洲人看過片的 有啊,澳洲加拿大有啊 有啊,有啊 有啊,澳洲很多的,很多澳洲人看過片的 真的啊? 我記得之前說有加拿大 加拿大有,跟澳洲的都有 所以有些澳洲和加拿大的H的行程 我都知道 所以就要去 我去H 看看,看看到時有什麼可以回來 我也想知道 如果你們喜歡我拍這類型的影片,就給我一個like 你知道嗎?上一次是有很多like的 真的嗎? 是呀 好短日子就對了 所以我知道大家喜歡看 所以我也希望我拍這條影片是大家有興趣的那些話題 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喜歡看我的影片,或者看這類型的影片就送個like給我 又或者你們想看什麼的可以留言 或者要問問題的那些,你就IG找我 還有記得要follow我 OK?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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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